今年度第二次 課語能力中級及中高級 還有高級認證14號登場 市長魏佳燕在考前一天晚上 也為備戰學員們來教打氣 期許大家保持平常心 發揮實力順利通過認證考試 13號晚間在課語新船師 由淑媚的帶領下 學員們反覆練習考試題目 來迎戰14號登場的 今年度第二次課語能力中級及中高級 高級認證 而花蓮市長魏佳燕也特別到場 為學員們加油打氣 那其實我們持續的在推廣課語 那也希望說我們很多的客家子弟 那有自己的一個語言 都可以做一個交流 那其實我們知道 隱姓的客家人非常的多 那未來也希望大家都能夠用課語 在日常的時候能夠多多交流 將我們課語能夠傳承下去 那也要感謝課委會 然後客家輸出後大力的給我們一些補助 那未來我們會在客家的文化傳承 我們都會持續的來為客家來努力 花蓮市課語進階認證班 從8月29號開始 每週開班授課 這次參與的16名學員 有13人報考中級集中高級認證 3人報考高級認證 花蓮市公所也歡迎對客家語有基礎能力 或有意願學習的市民朋友 可以在10月底前報考12月辦理的 多T次課語認證 或在明年度參與課程共同學習 記者徐立青 華蓮市報導 到達